你有好吗? 乎乎有 你有车吗? 乎乎有 你有存款吗? 乎乎有 你有什么吗? 我有我爸 不离年快乐 强国分的外 实话要实说 大家好 我是熊猫下的语言 习近平经常这样 觊觎中国的青少年们 说少年强则国强 其实梁启超的原话里面 还有这么一句 少年富则国富 那么倒退一下 少年穷则国穷 也是应该成立的 所谓国富民穷的准确表达 应该是党富民穷 中国的年轻人 现在穷到什么地步了 今天咱们开头 先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中国大陆一项调查显示 当前有53.7%的年轻人 存款不足10万元 其中五分之一的人 存款在1万元以内 负债的有没有重击出来 那就不知道了 但是呢 该话题目前 有2.3亿量的阅读 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 对此微博号 墨川MC发文称 这个话题特别容易制造焦虑 实际上30岁之前 只要不负债 再加上有个 3万至5万的常备资金 就算优秀了 毕竟咱们这平均收入 对标现在的物价 年轻人能不啃老养活自己 不给家里和社会增加负担 都很不容易 文章称 比如自己啊 父母没什么支持 还没有关系 没背景 学历也不行 只能找低薪工作 但开销一点也不会少 还得租房 生活开支 这时攒不下钱 是我的问题吗 现在就这个大环境 不负债 不生病 不失业断档 你就已经跑赢好多人了 对于这个不负债 已经是奇迹了 你还不要不相信 年轻人口袋里没钱 是正常现象 物价高了不说 除去房贷 车贷 生活费等占去大部分支出 能应付下来 就已经是难能可贵 更别说有钱存 那这几年疫情冲击 经济大环境不景气 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 对此不少微博网民悲观质问 另外46.3是怎么做到存钱的 也有网民抱怨到 每天努力活着就够累了 不要天天乱调查 建议调查下怎么提高工资 哪个脑残的调查结论 如今早已经是超前消费 负资产时代了 存款超过10万的年轻人 了了无几 不负债就已经很好了 只能说做中国人难 做中国年轻人难上加难 大陆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 一项研究显示 20岁至30岁的人群 精神压力最高 年轻人至于人群 成为各年龄阶段压力之首 每年大陆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 其中一半以上患有抑郁症 中共领导人还有脸 说什么少年强在国强吗 哎绝对有 你还千万不要怀疑 中国领导人的脸皮厚度 中共春晚和中共外交 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虽然不多 但也有 看过中共春晚的朋友们都知道 每年的春晚都有很多特点 但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明知办不好还非要办 年年办 外交访认也是如此 明知谈不出什么来 还非得要谈 眼下就属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 最惹人注目了 6月19日 中共中央政局委员王毅 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整个对话下来 王毅的态度可以说是极其的蛮横 不过北京愈发的强硬 甚至有时全然敌对的立场 也恰恰反映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布林肯此行的主题 不仅在于谎和 也在于对抗 我们先来看一看 王毅这边都说了些什么 王毅指出 中美关系要行稳致远 最重要的是要把互相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作为根本原则来追寻 首先美方应该情人炒作 中国威胁论 不得肆意干涉中国内政 必须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确定的一个中国原则 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明确反对台独 王毅强调 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根源在于 美方抱持错误的对华认知 导致错误的对华政策 对此美方有必要深刻反思 那么反思之后该干啥 王毅又说了 中美关系要指跌其稳 当务之急呢 是把两国元首共识 真正落实到实处 中美关系要行稳致远 最重要的是把习近平提出的 互相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用原则 作为根本遵循 总之通篇听下来 王毅就是想说 现今中美关系 处在一个关键节点 但都是你们的错 布林肯 你既然来了 就来表态 以后要对话 还是要对抗 合作还是冲突 布林肯这边呢 则首先介绍了美国的看法 表示美方致力于 重回两国元首 巴厘岛会议期间 确定的议程 期待中方加强沟通 负责任管控分歧 在双方有共同利益的 领域展开合作 那么对比来看 可以说 此次的中方 再次展现了 中国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和全过程 党内高官们的丰富内涵 此次访问 习布二人是否会面 成为了最大谜底 不过在布林肯离华前 习近平终究 是与他进行了 优华洽谈 两人谈话中 提到了台湾 以及中国的人权问题 同时又提到 渴望借年底的 IPEC峰会 来恢复对话 不过观察人士分析 美中两国之异 仍深而且歧义难解 尤其在台湾议题上 毫无交集 虽然重启沟通是好事 但勾而不通 未来恐怕冲突不断 进入一整冷和平的阶段 习近平最近警告官员 要为极端情况 做好准备 这表明 中共的外部威胁 正在急剧增加 而美国这边 对中共采取更强的态度 已经成为两党罕见的共识 虽然拜登希望寻求对话 但他仍将中共描述为 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华盛顿不仅对中共官员和企业 实施了一系列制裁 并试图切断与中共 在全球范围内 获取的关键技术的通道 但即使这样 仍有国会议员 在指责政府对中共过于迁就 由于双方都摆出了 看似不可调和的立场 基本没有官员和专家 对布林肯的访问 能取得重大突破抱有希望 新加坡李光耀 公共政策学院 刻座高级研究员唐安竹表示 中共宣称 修复两国关系的责任在美方 这表明自己本身是不愿妥协的 习近平对风险的高度警惕 迫使他只想看到美方 做出重大让步 譬如减少美国 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而这又是美方所不愿意接受的 因此唐安竹分析 布林肯的访问 显然不是一场磋商 双方只是交换意见 以便更加了解中共的立场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麦克·马斯特 在6月18日播出一段采访中表示 美国现在与中国的关系 比冷战时期与俄罗斯的关系更糟糕 因为当前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看到这呢 我想说 确实是复杂得多 连强国内的小粉红都坐不住了 纷纷透过微博 留下了大片的负面评论 和挖苦讽刺 一位名为色蓝佩佩的中国网民 留言形容布林肯是乞丐 他写道 要饭的来了 听听他打算怎么要饭 所谓中国网民则是显露出好战心态 有网民留言称 最好谈崩了 是时候开战了 等不及了 也有人涌入美国大使馆的微博官方账号 留言称 你们的军机军舰 不跑到我们家门口来磨刀霍霍 就不会误判 要打尽管放马过来 又不是没打过 朋友来了有好酒 豺狼来了有猎枪 面对小粉红如此红的一面 有学者不得不站出来呼吁 中国人要理性思考 不过相比强国内的人们 似乎海外的中国人要清醒得多 毕竟少有粉红们乱带节奏 5月23日 中共新驻美国大使谢峰 抵达美国旅行 抵美后不久 谢峰发出了两封问候信 分别为 谢峰大使 自在美中留学生的问候信 和驻美国大使谢峰 驻全美侨胞的问候信 在至中国留学生的信中 谢峰引用了习近平 对于青年一代的期望 要求留学生们要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和留学报国传统 并且希望留学生能够讲好中国故事 向身边的美国朋友 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 但外媒所采访的几位留学生都回应 绝大多数的留学生 都不会花很多时间 在讲好中国故事上面 其中一位很直接地表示 讲好中国故事 就是不能讲出真实的中国 他认为 许多留学生对中共的了解 也仅局限在中国官方媒体的表述 所以对于一些敏感事件 例如新疆集中营 以及对宗教团体的迫害 其实并无了解 而那些只能讲述民间问题的人 也是因为其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 都位居社会前列 所以他认为 即使讲个人的经历 也不会是客观的 对于谢峰的履行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 特地发表一篇文章评论称 谢峰将紧张关系 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 让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迹象 但文章也指责 美国的决策者们破坏两国关系 称改善关系 取决于华盛顿是否愿意 避免损害互信 避免误读误判 采取具体步骤兑现承诺 不知道为什么一次履新 也能敬备官媒大作文章 并且见缝插针的煽动 中国人的仇恨情绪 看来川普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说的是一点都不错 在周日播出的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面对全国节目中 麦克·马斯特说 中国美关系 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问题集 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本质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欢迎您订阅转发 以及在留言区与我们互动 透视强国内外 气说民生百态 朋友们熊毛小克林 下期再见